富人身穿咖啡色上衣 躺在單架上 消防隊員拿起繩索 從17米深的山谷 吊掛到地面 雖然經過搶救 但還是宣告不知 當時富人兒子強忍悲痛 不敢置信意外來得如此突然 今年4月份 發生在桃園大溪山區 這起墜落事件 原本以為只是一場意外 但經過檢方調查 卻發現疑點重重 丈夫跟兒子是告訴檢察官說 因為當時他們開山路 開到頭暈了 所以這個富人覺得有點 暈車不舒服 才會下來這邊 來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一個暈車的人 他還有心情來這邊 看風景自拍嗎 這是一個有為常理的部分 除此之外 檢方還發現在墜谷前一天 三人還到場勘察地形 甚至富人城市的地點 也有異常 因為檢察官驗屍 也發現他可能自動 不小心滑下去跟跳下去 死亡地點可能有落差 除了現場激震凸顯疑點 富人的投保紀錄也出現異常 101年夜姓富人投保A保險 120萬 105年11月開始 陸續以1000萬和200萬 投保其他公司的意外險 12月就和現任丈夫登記結婚 並且將他變更為保險受益人 今年4月這起墜谷意外 就是證明現任丈夫策劃的加工意外 檢方調查 夜姓富人因為投資失利 對外欠債3千4百萬 被逼到絕路 甚至夥同現任丈夫和孩子 策劃輕生炸包 救護人員不斷施作CPR搶救 這名男子就是夜姓富人的前夫 去年被發現墜落石門大駿 不幸利弊 雖然說這個救護人員 立刻是到場把他拉了起來 送醫急救 過程當中還不斷對他施作CPR 希望能夠搶回一命 不過送醫之後還是宣告不治 而夜姓富人也因為他前夫呢 這個意外事件是領到了1024萬元的保險金 富人領取高額保險金 只是時間點如此巧合又有債務問題 是否也是炸保 也是檢掉下一步要釐清的重點 接著嘉明劉世偉 SNG小組桃園報導